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上午八点到九点 在FM9 1.7 为您解读两岸及国际大事 您也可以透过APP 在手机上来收听 或者上YouTube 去打上POP撞新闻 那么你就可以回听 我们已经播出的 这个精彩的内容 好 两个礼拜一这个时间 把这个几个报纸翻过 然后把手机上的群组的讯息 稍微过滤整理过 那么这个地球在转动 台湾现在我们真的讲一句话 说这个地球村的时代 没有人够这个置身事外 这的确是 像前一波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那这个大战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现在看起来好像稍微有点沉寂 因为最近又被叙利亚的事情 转移的焦点 然后呢 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情 这个川普现在面临非常险恶的状态 包括那一位所谓的这个玩伴女郎 川普这个当年 这个反正就是花了钱的 结果现在传说给人家封口费 那么他现在上电视台接受访问 讲了非常多 当年川普跟他性交易的细节 收视率跑到全美第一名 那现在呢 再来一个就是美国 已经被川普逼退的这个CIA的局长 科米 那最近他出了这个 一个一个一个记录 他在任职上的事情 其实焦点是聚集 他跟川普这个任上的这个这个交手 那么他整个的评价 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 不适任总统的一个一个人 那把他评价非常非常的低 非常的可悲 非常的让美国 整个方方面面 都是整个的衰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好那这些背景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关注一下 这个中美贸易战 那么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从产业面的部分来看 那么纽约时报在前两天看出一个漫画 那这个用这个漫画来描述 这个川普用贸易议题向北京当局施压 那这个就使得台湾所处的经济地位 越来越微妙 这个漫画当中 川普他是化身为一个热气球 那是一个用他的这个脸颊 这个造型鼓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热气球 那这个热气球飘到天空 那么载着谁呢 载着蔡英文 那么这个热气球的这个椅子 这个下面挂着一个牌子 那用的是川普的进行口号 但是改了一个字 就是让台湾再一次伟大 Make Taiwan Great Again 然后呢 这一个载着蔡英文的川普热气球 就飘到了北京长城的旁边 那对着站在长城上的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大大的吹了一口气 那么这个等于说用这个来描绘 台湾在这个美中贸易战的一个巧妙的一个这个这个位置 这个我们知道之前 美国贸易代表属USTR 他曾经列出了301制裁的一个清单 那么准备要针对1300多项的中国制的这个产品 那克增25%的关税 总价值差不多500亿美元的产品 后来中国大陆也做出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这个报复的措施 也就是说国务院的关税税者委员会就决定 那么把原产于美国的是四类的这个106项的商品 加增25%的关税 那么总值也差不多是500亿美元 好那因为两岸这个产业紧密连结 而且加上台湾的电子跟零组件 在大陆生产的比重很高 所以在那一波两边互相 这个中美互相在这个对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 大家都很关心说 那么台湾在中国制造的产品 会不会遭到大美国提高这个关税的报复所颇及 好现在经过一段时间 现在看了一下这一波美方所列出的301的清单当中 台湾厂商重要的生产项目 包括机体电路 笔记型电脑还有手机 那么这些产品并没有上榜 那换言之 对台湾资通信产品的冲击 应该说已经比三月底 那个当时两边这个 这个战旅密布的时候 当时的预估要小 另外在云端资料中心处理器的产业当中 那么美国方面的这个看法是认为 Intel跟这个AMD就超微 他们掌握中央处理器 CPU的晶片 还有挥达挥达这个 掌握了这个绘图 GPU的晶片 那么因为这几个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产品 大陆方面并没有替代的这个方案 那所以呢 为了避免伤到自己 那么预期 大陆是不会把它列入到报复的项目当中 不过呢 在车用电子的部分 从美国来看 主要是以TI为主 就德州仪器 那么先前的这个Frescale 这是菲斯卡尔 并入欧盟体系的这个恩质浦 NXP 那么欧盟体系还有包括 英飞龄 这个易发半导体 博士等 日系大厂是有这个瑞萨 富士通等等 那么因为现在中国在 中国大陆他们在车用电子的部分 也在积极的耕耘 那么加上也有从欧盟 或是日本厂商 所取得一些替代方案的机会 所以现在在大陆市场内 已经有很多合资 或者本土的汽车厂商 有一定的生产车用电子的 这个自主能力 所以将来大陆 如果跟美国的贸易战 还没结束的话 那么是有可能以车用电子 作为报复的一个条件 那另外的记忆体 是另外一个贸易的战场 那么美国的美光 还有韩国的三星 还有海力士 三大低润厂 以及在这个 NAMD快散记忆体为首的 这个Toshiba东芝 那么相较于积极扩充 记忆体的产能 但是缺少 纯熟技术 中国大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基本上美方 还是掌握了记忆体的市场 那么因为中国大陆 在这个部分没有优势 所以应该也不会用记忆体 来作为贸易战的武器 所以中美贸易战开打 台湾当然不可能不受影响 但是也未必会占下风 现在比如大家认为说 联发科是有机会受惠的 另外这个台积电 那当然也非常有机会 在金人代工 这部分它是有机会能够受惠 好我想整体来看 这个如火如土的美中贸易战 现在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来说 目前还没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 如果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层次 扩大的话呢 也不排除台湾有若干的业者 会有坐收渔翁之力 但是现在大概最关键的是要留意说 大陆在记忆体跟手机的晶片产品上 有没有进一步的产品规划 那这个产品规划 当然它也不太可能是一个短期的 所以估计这两个领域 在一开始在中美这个贸易战当中 它不会成为中国作为 这个贸易报复的一个手段 好前面一开始 跟您做把引述了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 那么提供大家参考 因为今天我们今天要针对 那么相关的这个资通讯的产业 特别是包括5G 包括什么叫区块链 那么在中国大陆 它的一个发展 当然应该说在两岸的发展 所以我们邀请了老朋友 前工研院的知识经济 竞争力研究中心的主任 杜子晨杜子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特别就请杜主任到节目现场 为大家做进一步的两岸的先 这个尖端产业的一个分析 好欢迎回到pop装新闻 我是黄青龙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是 我怎么介绍他 我们都叫他杜老大 因为他块头长得高 他现在瘦了一点 但是还是很霸气的 前工研院知识经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杜子晨 杜子晨早 社长早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那个子晨兄在长期 他是我所见到在台湾 环跨在政府研究机构 还在业界 三个领 还在学界 几个面向 通通都非常的有深刻的经验 那这个是很不简单 他不是蜻蜓点水的走过而已 是很深刻的一个 而且试变能力特别强 那今天我们请他到节目上 是要请他来跟我们来解析一下 两岸在新的所谓的 包括知识经济 在一些我们讲的创新上 有哪一些值得我们留意的 好 人生先请教你 最近大家谈到一个话题 5G 这个话题当然也是因为 跟从中美贸易战之后 那么大陆现在中国制造2025 那么里头有很多 被美国认为是一个 在竞争力上要超过美国 让美国感到 这个有被威胁的 其中5G 是大家谈的最多的 因为这是 大陆是华为 华为现在往全世界也在走了 那这一期的亚洲周刊 写了一篇对5G 中国的5G 非常充松被制 那么甚至提到说 这个代表 这个西方 在通讯科技上的领先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中国要制定世界标准 世界标准 然后等等等这些的 您怎么看呢 你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5G是什么样 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对 所谓的5G啊 它是用英文第五代 就是5th generation 哦 一G二G三G四G 对对对 第五代什么呢 第五代行动通讯的标准 所以我们 其实经历过 像我们最早用的 像Nokia那种手机 GSM是2G的 后来我们开始 智慧型手机就开始从3G 然后到我们最近 大家都在用的4G 那么5G呢 预计就是正式会在2020年之后 成为全球的标准 那现在这个5G的速度 预计了 在2020年的时候的5G的速度 会是现在4G的100倍 所以我们以后下载一个电视的画面 少于一秒钟 对我要下载一个电影 可能只要10秒钟 所以它那种应用跟速度啊 是一般消费者渴望的 那可是5G除了应用在 就是说影像图形 或者我们这个 internet上面的传输以外 它更厉害的是 它将来可以应用在汽车 汽车跟汽车之间的物联 就是车联网 还有物联网 就是我们以后各地的这个任何一个东西 我贴上一个标签 我都可以透过5G啊 那么把这些信息啊 传送给需要用的人 所以5G将会彻底的改变这个世界 变成一个人家物的这个所谓权域啊 就是整个全联网 不是不是那个超市啊 就是就是所有东西都连结在一起 那这个是兵家必争之地 OK那现在照这样的讲法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5G啊 现在包括美国川普总统啊 上一次他否决了这个双通的并购啊 他就是说担心啊 这个双通并购了以后 会使得美国在5G这个产业的投入的研发 资源减少 然后这个落后给中国 所以这的确是中美之间的这个 科技产业能力竞争的一个指标 对我们先讲一下 刚刚社长提到就是说 这个有关这个高通跟博通 这两个通啊 一个英文叫Blockcom 一个叫做Quoccom 其实本来都是美国的公司 只是说博通这家公司 后来被一个华裔的 应该是马来西亚籍的华裔 华裔对对姓黄 对把他诟病了 那美国政府就有点担心 这个人跟北京是不是有关系 所以就不允许这两个交易 不过这个基本上 他涉及的不是只有5G了 因为博通其实他还有WiFi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通讯方面的一些技术 我们这样讲啊 就是说5G的标准 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尝试的要去设置 谁拥有标准 那么谁就掌握了世界的趋势 所以美国当然尝试的 包括像这个高通 他就尝试的希望要能够做一些 这个5G的一些标准的设置 可是最后谁决定呢 我认为了 是由谁拥有市场 谁决定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手机市场是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设立一个5G标准 如果你美国也设一个 那对不起 你美国的这个公司啊 就不要想进中国大陆市场 如果你不使用中国大陆的标准的话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高通他即便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但是他也会做一个 我们叫做连级 就是说我既能够符合中国大陆的 全部的5G标准 我也可以符合美国制定的5G标准 我要能够两个都做得到 不是用排斥性的 在技术上 对 不过我们要留意到就是说 其实5G它是一整套的技术 所以它里面涉及到一些专利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在5G上面拥有专利的最大的公司 还是高通 所以美国人虽然他不一定定了标准 可是任何人 包括中国大陆都躲不掉 他如果要制定5G标准的时候 他躲不掉高通的那些专利 所以任何人即便是中国大陆的这个 什么华为或者什么这个OPPO 他做5G的手机出来 或5G的一些其他通讯设备出来的时候 他仍然要付给高通一些专利费用 所以美国其实拥有比较多的专利 华为也有 但是高通的专利数 那么跟5G核心专利数 是华为的三倍之多 所以其实技术还是在美国人手上 对 您刚提到一个就是说 这个制定的标准 现在最大的动能是市场规模了 是 市场规模 像比如说我们讲苹果 iOS跟这个所谓的 跟Google 跟Android 是不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关系 不完全一样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用作业系统的时候 是可以独立运行的 我只要相容就可以 我甚至不相容都没有关系 我Android是一个open source 是由Google来领导的 是 那么大家喜欢用Android 那么主要是说 苹果并不把它的iOS的source code 就是它原始码 授权出来 或者开放出来 所以大家没有在上面 没有办法在上面改东西 加东西 可是Android可以 对 所以除了苹果以外 大家都喜欢用Android 可是5G不是这样 5G是一个通讯标准 就是说当所有的手机 所有的电脑 所有的物联装置 要互相 They need to talk to each other 他们需要互相讲话的时候 能够沟通 要讲一样的 我们叫通讯协定 是 那这个通讯协定很复杂了 包括它的 这个所有的细节 对 那这个当然是 你要跟那个 讲最多语言的那个国家去讲啊 要不然你苹果手机 就卖不到中国了 是 你高通的芯片 就卖不到中国的手机市场 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吧 他们一定会支持中国大陆的5G标准 OK 不过5G标准呢 因为世界上的通讯标准 都是由国家制定 在美国 可能是FCC制定 在中国大陆是由工信部 它底下有这个通讯研究院 还有通讯标准委员会 通标委 他们来制定 然后由政府来发布 细节也许它不发布哦 它是搞一个非贸易障碍 对不对 可是大部分的大架构 它是要公布出来的 是是 因为它希望越多人用我的标准 我这个市场越蓬勃 所以原则上 它在初期的时候 会稍微卡一下 非中国籍的企业 但是大卡 像三星 像苹果 像高通这些人 它应该是会直接欢迎的 因为这毕竟也牵涉到5G 是不是能够真的 变成世界标准 这几个大的拉过来 没错没错 它一定要拉这几个大的 是好 非常有意思 所以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美国人的忧虑 就是说中国的5G会超越美国 这里头有些是 真的是需要忧虑 有些可能也不是真的 也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忧虑 我觉得是一种政治操作 可能是政治操作多了 是是是 OK 好 那另外 跟这个5G 不是相关 但是最近也谈得很热 叫区块链 区块链 现在因为比特币的关系 大家谈了很多了 其实 现在不止 现在大家有在谈说 将来的媒体 也应该要嘲笑 用区块链的思维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叫去媒介 跟去中心化 恐怕也是 现在我们看到 各个传统的产业 包括特别是 传统的媒体里面 现在这种借助于 设立一个大的机构 盖了一栋大楼 一大群人 分工 然后生产出来的产品 然后用报纸的平台 或杂志的平台 或者电视的平台 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办法 这个产业已经变了 是是是 它不太可能能够策断 越来越多的是直接 分散式 分散式的等等 那这一块现在在大陆 也非常的兴旺 我们看到在4月16号就昨天 就有一个这个叫做 这个区块链的技术落地 应用先锋论坛 在大陆举行 那里头有非常多 大陆现在的区块链的大咖 那么都出来 这很多 坦白说我们都很陌生 那这一部分 这个有关区块链在大陆 跟在两岸的发展 这个杜主任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了解 其实大家可能听过区块链 但是大部分的听众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对不知道 而且最容易误解的 会认为说区块链就是比特币 那这个是完全是错误的 错误的认知 是是是 我们最多只能说 比特币是利用区块链的概念 是 所做出来的一种虚拟货币 那么比特币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质 比如说它的发行每年不断在减少 对 那么所以呢 它的价值一直在提高 是 也有很多人在炒作 嗯 那我先简单讲一下什么叫区块链 区块链就是刚刚社长讲的 就是说 过去我们不管是所有的资讯 不管是 呃 刚刚说媒体 对 或者是说钞票 嗯 或者是说电脑的这个资料库 电脑的计算机 中心 嗯 我们都是集中式的 对 集中式的好处就是它效率高 嗯 可是集中式的缺点就是说万一它地震了 爆炸了 被破坏了 嗯 呃呃呃被病毒入侵了 被人家篡改了 嗯 那再也没办法证明 嗯 它里面的内容是正确的 嗯 嗯 啊 所以现在有个概念就是说我把这个同样的呃文件 重要的文件 嗯 重要的发行资讯 重要的交易资讯 嗯 我把它放在很多个地方 嗯 那我每一次要做交易的时候我先去很多个地方 嗯 呃 也许是全体 也许是抽样的方式 嗯 验证 嗯 是不是原本 嗯 嗯 啊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嗯 所以它叫做去中心化 对 然后它在储存这些原本的时候呢 嗯 它是经过一个数学加密的方式 嗯 嗯 啊 就是说我把我不是把这个文字完全 我是经过加密 嗯 那你你中间拦截了 你还是看不懂 哦 这样子啊 对对对 它是经过加密解密的形态 嗯 对 所以你如果没有拥有所谓的这个密药 就钥匙的药 嗯 你如果没有拥有密药 你就没有办法解这份文件的原文 嗯 嗯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说有什么挖矿机啊 它其实就是在做这些复杂的运势啊 那不是听说难度越来越高 所以需要投入的这个 那个是比特币啊 哦 因为大家都抢嘛 哦 所以比特币就越来越难 哦 因为储存的备份也多 然后一次要大家比速度 是 嗯 那是比特币 嗯 可是现在在技术上反而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 还有一些商业实用啊 嗯 希望让这个计算减轻 嗯 可是它仍然拥有去中心化跟加密的特质 嗯 那它可以用在有限的用途 就是刚刚讲说 比如说我一个公司里面 我的人事档案 嗯 我的会计档案 嗯 对不对 我这个交易所对于所有上市公司的掌控 嗯 我这个某一个黑社会 对于所有会员资料的掌控 嗯 就是我在一个有限的呃 链 链或者有限的团体里面 那我这些资料 哦哦 像保险公司 哦 保险公司跟每一个客户 保险客户之间 签的合约 内容可能不一样 嗯 对于今天的一些很好的议题 好欢迎回到POP状新闻啊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杜子诚先生哈 神兄我知道您现在呃尽管已经从这个公务上退下来 好但是两岸还是经常的往来啦 对对 那呃呃我们知道大陆哈 他除了一个国家作为中央政府的集权 嗯 政体之外啊 其实他地方的分治哈 嗯嗯 也很厉害啊 是的 我在大陆接触到也有一种感觉哈 除了他跟各国在比争之外哈 嗯 其实各各省之间的竞争啊 非常激烈 还挺激烈的哈 那你在一个省里面啊 各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啊 对对对 又有哈 对 所以呢现在在大陆也有各式各 各样的各种这个所谓的城市的排比哈 嗯嗯 评比啦哈 我们自己电电工会啊 嗯 也有一个已经有 就是台商 台商的投资的这个排行榜哈 我记得昆山很多人都排行前面 嗯 但中间当然也有起落啊 嗯 好我们今天借这个很短的时间 你跟我们讲一下 大陆的城市的竞赛跟起落哈 有什么新的变化 对我们首先要知道大陆它是 城市是分几种等级的 嗯 几个级别 第一个是直辖市嘛 嗯 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 有四个直辖市 就是北京上海天津跟重庆 嗯 这四个是直辖市 嗯 那么接下来就是二级的 大概多半都是省会城市 嗯 每个地方有省会城市 嗯 可是也有例外 嗯 就是有一些省啊 它有第二个城市是比省会城市还要强的 嗯 比如说苏州比南京要GDP高 嗯 比如说这个青岛比济南高 嗯 比如说深圳已经超过了广州 嗯 比如说厦门比福州高 嗯 嗯 所以它特别有所谓的国务院计划单列市 嗯 它有五个国务院计划单列市 嗯 就是省管不到 嗯 嗯 它的预算 深圳 嗯 深圳在2017年 嗯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嗯 它的GDP正是超过香港 嗯 它一次 就是在这一年 嗯 它超过香港 超过广州 嗯 变成全中国大陆 人均GDP超过台湾了 嗯 有可能 它的总量超过香港 上海的人均GDP都已经超过台湾了 哦 真的吗 对对对对 那当然里面有贫富差距蛮大的 是是是 OK 深圳是一个城市 嗯 嗯 是一个超 你说一个 深圳是一个 很亮 很亮眼的 是是是 另外有几个城市 这几年 嗯 爬升的非常快 一个是成都 嗯 一个是杭州 嗯 那么这 这都省卫城市啊 呃 成都杭州武汉 对 他们事实上 都已经超越了 刚刚讲的 像这个厦门 甚至于 其实成都 呃 武汉 嗯 呃 还有这个 苏州 嗯 成都武汉 苏州 嗯 杭州 嗯 这四个已经直逼 嗯 天津 嗯 啊 几乎要超越天津了 嗯 嗯 嗯 那么可能也要超越重庆 重庆比天津 呃 天津本来高于重庆 嗯 但是两个差不多 伯仲之间 嗯 可是刚刚讲的 这些所谓的二级城市啊 嗯 已经变成一线城市了 这里面啊 武汉啊 被提到最多的就是 会不会成为第五个直辖市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啊 就在华中 呃 从政治上考虑是这样子 啊 那从GDP来讲的话 呃 在十九大之前也讲说 深圳要不要变成一个直辖市 嗯 嗯 但是深圳变成直辖市 广东省就很伤感情了 对 啊 就等于那个里肌肉就被切出去了 哈哈哈哈 所以广东是反对 反国东反对 嗯 对对对 是是 柯林刚刚讲的就是说 以华中地区的枢纽来讲 武汉有可能 有这个有这个可能性 对 嗯 OK 所以这个就是它最近的一个 一个城市上的一个变化 是是是 我们最近还注意到一个很有趣 就是说大陆啊 这几年因为它随着大数据啊 嗯 AI啦等等这些的进步啊 嗯 它的城市治理跟城市管理啊 嗯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是是是 那我其实在我最近里的 我都很注意到 包括我去桂林啊 桂阳 桂阳桂阳 参观它的大数据中心啊 嗯 呃 我记得里头都有一段话是很有趣的啊 就是那个 那个谁讲的啊 这个李克强参观的时候 讲叫人在做啊 云在算啊 人在做云在算 我们本来说人在做天在看啊 他现在是云在算啊 那大陆现在呢 也深刻的把这个 所谓的AI大数据这些东西啊 用到城市的治理啊 最近很有名是 在杭州啊 用AI监控来替代交警啊 的这个巡逻啊 那另外他们还推了这个 呃 所谓的社会信用管理啊 嗯 然后这个闯红灯啊 要扣分啊 对对对对 然后甚至说 如果你的记录太差的话啊 你甚至呃不能够到餐厅去消费 不能够搭高铁啊 嗯 这些情况 所以又有人批评说 那这等于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社会社会的控制啊 对对对 你怎么看大陆在这一块的发展 这个技术确实他们把这个呃 人脸辨识啊 还有这个大数据呃 人工智能的部分用在治安跟维稳啊 嗯 这对大陆来讲是可能是世界最领先的 嗯 有两个故事了 第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说他把一个实验员的照片 嗯 放进了全国通缉犯的这个资料库里面 嗯 作为演习嘛 是 然后就叫这个人呢 到某一个城市在那个城市不知情的情况底下 嗯 他出现在百合公司跟火车站 对 不到十分钟这个人就被逮了 嗯 那当然不是警察看到 是电脑看到 对 电脑辨识出来 这个人就是资料库里面的那个通缉犯 是是 然后通知警察 警察 立刻告知当地警察马上抓起来 嗯 所以可见呢 他们现在对于这种特定人士的控制啊 是非常精准的 嗯 第二个案例是说 网路上讲的也不知是真是假 就是说有一个女士啊 对 她在深圳街头就被交警拦下来说 啊你今天早上几点钟在哪一条路上面呢 穿越马路 嗯 她说你怎么知道 她说因为我们都有监视器 嗯 她说那你 你 你怎么证明啊 说因为我们都有监视器 嗯嗯嗯嗯嗯嗯那那女士呢拒绝出示这个身份证 嗯嗯然后呢警察就拿了一个手机一拍 嗯嗯 马上就出现她的身份证字号她的姓名 哦都在资料里头 嗯嗯对只要刷脸就可以 嗯嗯嗯嗯嗯嗯然后最好笑的是 这个女生呢不服气 嗯 然后警察给她开了罚单 嗯嗯 然后她到了办公室以后 那么发现她的支付宝已经扣掉了罚单的钱了 嗯 ор Perhaps et 哈哈 一個新聞就是大陸那個叫做天網工程 就是人臉辨識 那個說有個在長沙有個南昌 張學友去辦演唱會 結果有一個通緝犯 就在那個茫茫幾萬人的人海 被天臉掃到 警察就詢詢去把他抓下來 抓到他的時候他還一臉的茫然 因為他現在這個人臉辨識到 你就算稍微易容 或者什麼裝扮打扮他 他都可以辨識的出來 其實我們大家出國的時候 我們現在護照是可以 但是你必須對準那個鏡頭 對不對 有的時候他還叫你把眼睛拿下來 把頭髮梳到耳朵後面 我們這個太落後了 人家在街上走 你剛剛講幾萬人當中 側面的易容的 戴了帽子的都認得出來 那這個是美麗心世界了 這樣講的話犯罪就無所逃遁 但是這就是涉及到隱私的問題 這問題很大 不過大陸也講了 像百度的那個 李彥宏就講 隱私權的問題在中國大陸 一般人的態度比較寬容 是的 所以會願意交出隱私權 來獲得安全效率等等這些情況 這個其實他講的也是實話 目前大陸的文化 或者他們現在發展階段 他們還是 因為也有太多壞人 所以他們有很多人就支持 這樣子可能可以讓壞人無所遁形 的確我想這也是 這個在大陸 我想這個用新科技來應用於這個 城市的治理跟治安的管理 他們寧可更多的從他的正向作用 去發揮去看待 好我們休息一下廣告回來之後 繼續來跟杜子晨先生來訪談 POP壯新聞 好我是黃青龍 歡迎你回到POP壯新聞 今天我們跟杜子晨先生來對談 訪談這個兩岸的一些產業的發展 好這個子晨兄 現在大陸這個31條對台的措施 是 那麼從2月28號到現在也一個半月了 那您的了解 在您談到你的了解之前 他到底對兩岸的交流或者是台灣人去大陸有什麼影響 因為我上禮拜剛去上海 我有聽到大陸的相關的人士提到 包括上海復旦大學交大 那麼今年的台籍學生的申請 提出申請的總數 復旦大概增加了五六倍 那上海交大大概也增加了四五倍 以復旦來講復旦一年 去年大概一百多人申請錄取十位 今年現在申請已經六百多位 那這個錄取總額他們還沒有決定 估計會比去年的十位會多一些 但是會多到多少不曉得 那他們會認為大陸那邊會認為說 這跟三十一項的規定也有關係 當然可能也是因為他現在把軍標整個往下拉低 就是說把一些學校的申請的資格門檻也降低 這可能也有關係 倒不是他是這樣 傅旦是全 我剛剛看了一下 他在中國排名是第五的學校 學校 那麼如果台灣學生去考是考不上的 因為中國大陸競爭非常激烈 對 但是台港澳生的名額是額外的 就跟我們過去給喬生的名額一樣 那台港澳生的名額他會隨著三十一條增加應該是的 可是剛剛社長講到是說去申請的人 事實上是增加的比他提供的名額更大 對 三十一條確實從二月二十八號公佈以來 對幾個族群的人產生重大的影響 一個是對年輕人 不管是求學或者就業 感覺到很大的鼓舞 那麼覺得機會多了 我在台灣如果說做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作 我領兩萬八領三萬塊 我為什麼不到那邊去領一樣數字的人民幣 是吧 那不見得每個人都領得到 但是總有這個機會 對 第二的是對企業 尤其是有一些想要進入到服務業 我們服貿雖然是沒有開放 但是三十一條等同是 比當初大陸在服貿上面答應開放的項目更多 對 單向開放 包括金融 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對很多企業來講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所以現在聽說有很多 那顧力熊也不否認 就是有很多企業要在台灣下市 然後到大陸去上市 因為台灣不管 大陸不管是戶市或者是深圳股 深圳 那麼他的P1 就本益比都很高 對 我同樣是賺 每年賺三塊錢 對 我在台灣可能股價是三十塊 是 我在那邊是九十塊 我的禁止 或者我股東所換到的錢 就是三倍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要要欲試 對 想要到那邊去 有些也不一定要下市 你可以T加A嗎 呃 就是我把一部分的股票權 對 用信託憑證的方式在第二地區上市 所以中國大陸有提出所謂的CDR 是的 但是我們的這個上市公司要去發行CDR 恐怕我們的金管會會有 會有嚴格選擇 他主要是怕那個頭重腳輕 到時候CDR會衝倒龍王廟 到時候那個地方會比你在台灣的這個規模大很多 Well 那你如果真的逼他選的話 他會選比較大的西瓜那一邊 對 那最後那就可能下這邊去那邊 他就從台灣下市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那我們也注意到一點 就是說中國大陸的這個 一方面有在這些中美貿易戰當中 我們看到說它是美國最大的黃豆 這個這個這個進口國 對 其實大陸的 玉米 玉米黃豆都是 對 其實大陸的這個農產消費 是 這幾年也發生很大的改變 是 以前我們會聽到說 毒奶粉 毒牛奶 什麼這些的東西 等等 但是其實當他這個心腹階級出來了以後 而且這個量 比例雖然不是太高 可是量是很大的 在中國大陸所帶動的飲食革命也很大 簡單說了 這一波的這個 所謂的兩岸的人才的交流當中 有一個環節 就是將來在包括設施農業 有機農業 有機作物這一塊 這個台灣現在其實一些小農他們做得非常好 這是不是也是一個機會 這個絕對是一個機會 這個絕對是一個機會 而且有一點點晚了 嗯 我曾經聽這個過去的統一集團的總裁林昌生先生講 嗯 他們二十多年前去大陸的時候 嗯 朱鎔基接見他們就算 呃他們就跟朱鎔基講說 你的大豆跟玉米絕對不夠用 嗯 因為當你國家開始 對 這個 呃大家都生活好起來以後 脫貧了之後 對你要的油脂 嗯 你要的飼料 嗯 絕對是超過你現在的這種線性延伸的方式 是 呃那朱鎔基後來接受了他們意見 對 所以呃 統一就在大陸做比較大的投資 嗯 可是現在發現還是不夠 嗯 那您剛剛講的不是量的問題 是值的問題 是 就他現在開始有人有錢了 嗯 所以大陸現在很簡單就是說 最早三十年前大家說要吃得飽 嗯 十五年前大家說要吃得好 對 現在是要吃得健康 健康 嗯 可是中國大陸的污染 並不是只有空氣污染 嗯 其實它的水跟土壤污染非常嚴重 嗯 嗯 那麼我記得這次兩會的時候呢 對 湖北省的這個一把手 嗯 他在湖北省那場次裡面講了一句話 是 還我們一個乾淨的洞庭湖 哦 他說洞庭湖旁邊已經沒有人敢喝洞庭湖的水了 嗯 對 所以水跟土壤的改變 嗯 嗯 那麼有很多人在這上面做大文章 是是是 那台灣的農業 尤其在有機農業 對 呃所謂的設施農業就是我們在台灣叫植物工廠 對 對 就是用現代化的技術 是 去改變 室內的或者是 對 嗯 可以防範病蟲害 對 可以讓這個很多的蔬菜呢 嗯 在同一個面積上面 因為我們是一層一層的嘛 是 他可以增加很大的產量 對 對 而且可以控制他有機 對 甚至可以改變他的這個季節 嗯 使得他的這個銷價 就是我們銷售價格啊 嗯 可以提高 嗯 那麼這個其實大有機會啊 嗯 我們二十年前就該做這些事 嗯 現在再不去大陸自己本身的農業改良啊 嗯 也會起來 也會起來 我看未來二十年這個是中國大陸的一篇大文章 嗯 我去幾個地方啊 像河南啊 一些地方 那麼他們政府的做法都是說有一個企業進來 然後他地方政府幫你協助啊 把這些小農有這個土地的使用權的小農集合起來 是 土地變成一個有個規模的農場 對對對 然後呢再給他們雇用這些農民啊 變成農場裡面的工人 對對對 然後每隔月再從那個租金當中還要給他 用這樣的方式來形成一個合作 這個台灣其實也也在馬政府時代也提過 嗯 就是所謂的叫做小地主大電農 啊對對對 類似的概念 對一一樣的概念 大陸已經在做這個事情 他很普遍 其實很普遍 所以這個我想這一點可以提供給我們聽眾朋友 如果你是從事先進的這個農業方面的一個發展 中國大陸現在需求非常的大 好今天非常謝謝你的收聽也非常謝謝杜子晨主任 到我們節目現場 POP中心我們明天見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接下來請收聽POP最正點